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我们来看看Alpha男的15个标志。 今天的节目可能与你息息相关哦,说不定你就是这样的人,或者非常接近于这样的人,所以要认真观看。 上次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关于悲大男的节目,因为我们指出了一些人们不怎么愿意了解的事实,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所以招来了很多的非议。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另一个极端,Alpha男。 Alpha男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是变革者,是按照自己期望塑造现实的人。 我们本次的节目讲的不是那些健身房里块头最大的男人,或招风引蝶,人见人爱的花花公子,而是那些能不断超越自己,战胜自己的人。 其实这些规则也同样适用于女性。 我们之所以把视频命名成Alpha男,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分析,观看这个节目的更多的是男性,而不是女性。 当然,我们不是在意测你的性别,一切都是对于数据的。 我们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具备成为Alpha的条件,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能够成为Alpha。 这也没关系,今天就是一个让你重新评估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看看你是否有改进空间的绝佳机会。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最大动力。 那么,你有多接近Alpha呢? 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讲Alpha男的15个标志吧。 第一,你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幸福,不能接受自己现状的人是无法在生活中获得胜利的,这会反映在你所有的所作所为上。 Alpha男乍看上去和实际情况上都活力满满,他们享受生活,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冒险,他要一点一点地经历过去。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设计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神秘,甚至是陌生的,但是却能带给他最佳的结果。 如果你是个Alpha男,享受自己每一天的生活,那你就不会天天盼着周末了,你也不会一来到周一就浑身无力,因为你的生活本身就非常和谐有序。 这些寻常的烦恼根本不会困扰你,如果你符合这第一条,那首先就要恭喜你了。 第二,你觉得生活尽在掌握。Alpha男不但很满意自己的现实,还会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和需求而积极地塑造现实。 作为一个Alpha,你几乎能掌控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你让它发生的。 如果你的现实生活中有什么困扰你的事情,你会立刻采取行动搞定它。 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主动出击,有这种控制力实在是太棒了。 就算是事情的发展与计划有出入,你也能掌控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努力为所有的情况都找到最好的结果。 第三,你会搞定所有事情。 你不像别的人那样,当你说你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你就会把它做好。 Alpha从来不会食言,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就是会说到做到。 他会有策略地安排自己的时间、资源和意志力,专注于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他关心在意的事情。 他是非常结果导向的人,Alpha男很清楚空谈可耻,所以他会用自己的成果去展示。 Alpha是周围一群人的领袖,他会关照所有的成员。 对于Alpha来说,光是他自己获得胜利是不够的,他还要积极努力地去与他小圈子里的人分享成功。 他会为了照顾大家而引导别人,帮助别人取得成功。 他的关系网就是这样越扑越大的,他的核心圈子全都是由有价值的人组成的, 大家都一起努力提升其他所有人的价值,而在他们当中Alpha就是所有人的榜样。 第五,你会在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中取胜。 如果你是Alpha男,那你是肯定不会那么小心谨慎的,不会是那种有点赢头小利就会满足的人。 相反,你胃口和野心会很大,因此Alpha才会喜欢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他们宁愿冒险,也不愿意味手味脚的谨慎形势。 生活充满了挑战,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愿意承受的风险等级。 因此,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变得富有,大多数人太惧怕风险了。 因此,他们都甘于平庸,也不愿意放手一搏。 放眼世界,你就会发现,Alpha在各个领域都会脱颖而出,成为行业巨拨,成为各种运动的领袖。 站在变革的潮流巅峰,不管在哪里,他们都会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这些人对于那些将要成为Alpha的人是一种鼓舞。 如果你也选择了这条路,我们就推荐你观看我们之前制作的想要致富要掌握的15个技能。 它详细讲解了你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改进的内容,能帮助你在经济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第六,你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把你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期望值上,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奴役。 作为一个Alpha男,你清楚自己是谁,知道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也有能力去约束自己。 大多数人都会依赖别人对你所作所为的反馈,而Alpha会依赖于数据。 因为这才是客观的东西,人的感觉是会有偏差的,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立场和私心,但是数字是不会说谎的。 你在生活中唯一需要的认可就是自己对你的认可。 你要接受自己本身的样子,并努力去成为最好的自己。 你不需要别人喜欢你,因为他们跟你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第七,人们想要围绕在你的身边。 你选择了正确道路的一个明确的迹象就是,你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别人不断地向你靠近。 Alpha男充满了自信,闪耀着成功的光芒。 这两个特质都能够让别人被你吸引。 每个人都想站在胜利的一方,他们享受成为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想要靠近你,了解你,想要成为你的朋友,因为他们坚信和你交往会提升他们自己的生活。 你也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一起玩呢? 想结识名人或者亿万富翁吗? 如果你是这种团体当中的一员,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这就是你想成为的人,你也会想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这种人。 第八,当你走进一个房间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你是谁了。 至于你在整个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如何定位自己有关,Alpha男自身就好像一个品牌。 人们都认识他,他们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代表了什么。 你可能也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你要一直努力,直到不需要自我介绍为止。 个人品牌是个非常奇妙的工具,它可以为你打开别人难以触及的大门。 如果你不是自己设计创造了自己的品牌, 那么你就只能接受世界对你的任何印象。 第九,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贯穿我们这整个节目的主题就是你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 情绪可能表面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却可能是你成败的关键。 Alpha男对于情商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他们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也能够读懂别人的情绪,并居此采取行动。 而普通人则会被外界因素影响,受到情绪的困扰。 Alpha男总是能够保持冷静,看清形势,并能够采取对他目标最有利的行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或者从来不能表露你的情绪, 而是意味着你了解自己情感的价值,不会让他们控制你,不会被牵着鼻子走。 第十,你会鼓舞别人。 鼓舞别人不只是要用你的语言,还要通过你切实的行为。 人们可能会忘记你曾经跟他们说过的话,但是你行为的结果要胜过这一切,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讨理不言,下字成熙。 用语言给人打鸡鞋是无法持久的,日久见人心,说得再怎么天花乱坠,也有被戳穿的一天。 所以,你要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专心致志地投入工作当中。 人们自然会注意到这一点,那些跟你有着相似的目标,朝着同一个方向奋斗的人, 就会看到你投入的努力,也会被你的行为激励。 他们会看到你的痛苦挣扎,你的积极向上,你披荆斩棘过关斩将的气势。 这些都会被他们接收到,成为他们自己旅程当中帮助他们前进的力量。 如果你也想要得到这样的力量,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看看我们曾经做过的关于罗伯特清奇,伊隆马斯克的节目。 那里面充满了他们激动人心的经历,帮你了解他们的经历, 学习到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经验,积蓄自己的力量。 第十一,你很注意自己的表现方式。 奥法男不会拉拉踏踏的,他们很在意自己,也会在意这个世界看待他的眼光。 如果你想要世界把你当回事,那你最好也能把自己当回事。 第一条就是去掉你的啤酒肚,给自己剪个帅气的发型,买一些合适的衣服。 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那些在意自己形象的人,在人群里总是显得克力鸡群。 你必须要意识到,不管我们怎么强调要看重内在,关注内心,但是人们或多或少,还是会以貌取人的。 这就是人性。 你看看镜子里的自己,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假设这是你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那个人,你会怎么看待自己呢? 努力变成你想要结识的那种人吧。 第十二,人们都想要成为你。 就算是那些讨厌你的人,内心里也暗暗希望能和你交换身份,这是因为你生活的档次比他们所有人都要高,你的生活比你周围的那些人都要好。 并且你也清楚这一点,你的伴侣盘正调顺,你有很多新朋友去过很多新鲜的地方,一直都一帆风顺,欣欣向荣。 不招人度是庸才,虽然有些人会对你羡慕极度恨,但是还是会有些人被你鼓舞,自己也发奋图强,去争取那样的生活。 你可不要做那种只会眼红别人的人。 第十三,你能主宰周围的环境。 不论你是做什么的,人们都知道你在这个领域简直所向披靡。 你了解这个游戏,了解游戏的规则,并且取得了胜利,别人根本就无法望其向背。 当背道男在疯狂内卷的时候,奥法男已经一记绝尘,远远地超越他们了。 他们是处于绝对主宰的地位的,竞争是失败者才会做的事情,奥法男则会选择完全掌控一切。 高等级的体育运动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迈克尔菲尔普斯或塞雷纳·威廉姆斯这样的顶级运动员, 在他们的领域都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他人就只能为了第二名打破头而已。 生活中,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想要成为那个世界上游泳第二块的人吗?别立下那样的目标了。 第十四,你是很真实的。 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别人的翻版,潮流来来去去,每个人看起来都一样,都用整齐划一的方式说话,行动。 脱颖而出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然后做那个人就好,让世界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这个世界。 YouTube上很多百万博主都是很好的例子,不管是美食、健身,还是跟我们一样的个人成长频道,内容上都是类似的,能运用类似的内容,结合自身的特点,创造出新的类型才是王道。 当你有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就会在所有类型的内容里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成为超级巨星。 很多人只看到了它们的辉煌,却忽略了这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它们会开创自己的轨迹,保持真实的自我。 跟屁虫们只会努力照搬它们的风格,不断追赶潮流,企图获得跟它们一样的成就。 你要记得,现如今,真实的确是越来越珍贵,越来越难得,所以如果你找到了真实的自己,一定要珍惜啊。 第十五,你从不忍气吞声,奥法男不会任由别人践踏他们,如果有人欺负你,你就马上以牙还牙,那他下次就不敢再欺负你了。 这意味着你必须锻炼你的能力,提升你的地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别人就会抓你去帮他们干活。 这里你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提出的并不是一种进攻性的策略,只是一种能够让敌人对你敬而远之的策略。 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不实镇守边关期间,胡人多年不敢进犯边关,只要人在,就没有人敢来骚扰,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如果有人来打你,那你就一次打疼他,打怕他,让他再也不敢来惹你。 现在这十五个标志,你符合几条呢? 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们吧,不符合也没关系,你已经了解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计划, 之后只要居此采取行动就可以了。 最后为了感谢你陪我们到了最后,我们还是照例给你一个小奖励。 第十六,你和周围人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在你不断向上攀爬的途中,你会发现有些人的想法跟你背道而驰, 他们不愿意像你一样付出所有的心力,因此你的现实状况也会不可避免地和他们产生越来越大的鸿沟。 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朋友变了,他们的要求开始变多,看你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 那时候你可以选择帮助那些想和你一起攀登高峰的人,其他人就随他们去吧。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对劲机遇,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